作詞 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聖經三分鐘 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站在哪裡嗎 我站在哥林多古城的廢墟面前 你在這個後面所看到的這個市場 這個環境這個廢墟 就是哥林多教會原子所在地 那我們今天一同來讀哥林多前書的時候 我們又站在哥林多城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在這裡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一章十八經說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淤卓 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上帝的大能 你知道當時在哥林多的教會 是面對一個怎麼樣的環境嗎 當時的環境是哥林多這個地方 這個名詞本身是一個非常邪惡的 一個淫亂的代名詞 就像索多瑪是同性戀的代名詞的話 哥林多就是性混亂的代名詞 但是保羅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城市 待了十八年十八個月來傳福音 建立教會 但是當他再次訪問哥林多的時候 他發現這個教會被很多世俗化的影響 所衝擊 所以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是非常追求智慧 因為在希臘的文化背景當中 很多人認為智慧是最最有意思的 但很多人又像猶太人那樣去追求神技 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說 有人是什麼 追求神技 有人是追求什麼 智慧 我們卻是傳那 丁十字架的耶穌基督 我想今天我們再次站在哥林多古城 一同思考我們的信仰的時候 我們不接很感慨 因為 你會發現 在我們的信仰當中 很多時候我們把智慧看得很重要 我們把人的知識 人的智慧 看成是在信仰追求的道路當中最重要的部分 但同時在我們的信仰群體當中 你又會發現另外一群人 就是他們把神技歧視看得很重要 有一群人走的是理性的知識的路線 有一群人走的是迷信的神技的路線 但這兩條路線在保羅的信仰當中全部被否定掉 所以猶太人是求神技 希臘人是求智慧 我們是只傳那定十字架的耶穌基督 所以當我們再次站在哥林多古城面前 一同回味這歷史當中兩千年的福音傳播 我們到底認為什麼才是我們信仰道路最重要的呢 不是神技也不是智慧 因為是十字架的道路 今天我們在這裡就一同反省 我們生命中的信仰